嗨 我是Kopa 为你们带来的是普遍反刺 这个G23的球员 这个标题 我自己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惊讶 惊讶的是他有点低 我们来看看 这个输掉对决居然变成是必然的吗 因为他的数据真的是不高 好奇怪 普遍反刺双位子球员 58751的战力 如果你只看战力好像不低 不晓得为什么算出来就是 就是有点 吓到我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队伍技能 5名以上数属性日本球员全能力只加20% 被动技能 是对决模式赢过对手时权力量表加30% 其实加30是很多 而且只要对决一次赢了就有30 所以也被游戏公司归类为S等级的技能 我们现在来看他潜在技能 潜在技能给足了5项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球员才对 先看看他的办 5名以上数属性球员全能力只加2.5% 这个很容易达到 他本身就是一个数属性球员了 然后又不分海外或者是日本 所以这个办算不错 接着是他的坑坑巴巴耐性 第3项第4项就很有趣了 也就是说如果输掉对决 下次选择指令时能力只加20% 那同时这个对决如果输掉的话会使对手在下次 选择指令时能力只减15% 也就是他一次的对决输掉 可以让自己在下一次加强20% 可以让对手在下一次 减低15%的能力 所以一个对决输掉 居然有这么好的效果 两个人 自己获利对手失利 蛮奇特的 接着我们看最后一项就是盾牌了 也是一样 这次G23球员出的时候的盾牌都只有 帮助日本 日本G23 效果是减轻10% 其实都给的很慷慨 可惜都限定是日本的G23 我给他下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 输掉对决 两种效果 算是不错的特效了 但很可惜的是 对于他本身的能力 也就是说 当次对决的时候 他本身能力是没有任何加成的 然后又没有给新的技能 太惨了2021年的新球员居然没有给任何新技能 权力量表up非常高 就是指他的被动了 我们接着来看他在球场上 面对其他球员的表现 普遍反次 争夺代表对名额的意志 计算基础在这边 然后右边是我使用的技能的威力 产球455 挡球420 先看他的产球 455计算出来 第一次 没有任何加成都是12.9万 很低啊 但是如果经过一次输掉对决 可以提升到14.9万 但是也要下一次了 我们来看面对这个顶尖的盘球这两位 我相信他的12.9万是 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这两位都 碾压过去都不是问题 就是纳德雷莎跟 米凯尔 那我们来看他的挡球420 挡球420 更是 下到我的低了 居然只有10.8万 然后如果输掉对决 下一次是12.5万 12.5万有很高吗 也没有啊 所以我真不晓得 他的价值是在哪里了 卓阎满我还说得出来 他可以鼓舞贾太郎 这个我实在是 想不出来 这普遍反正设计蛮奇特的就是 我还特别找了两个比较低又有半的 球员 但是射门也有15万左右了 所以这个 怎么讲我都很难相信 普遍可以挡下来 任何优质的射门了 我们接着来看 他跟其他球员的比较 普遍反正在铲球上 经过不驱 这个对比较表示经过不驱 他的14.9万 其实还是高过三三纯 也 等于这个G23的 奥维兰 技术性的奥维兰 然后他们都输拉顿加 这还是要输掉一次对决之后 才有这样的表现 来看看挡球 我挑的是平地的挡球 平地的挡球当然这个 Rising上的三三纯是蛮差的啦 毕竟他的强项不在挡球 然后他是赢过 奥维兰 那他输给G23的赤藤 那这里赤藤是单纯的只有前锋加成20% 其实已经大胜 普遍在不驱之后 的12.5万 真的是 这个普遍的设计让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抽他 至少我现在还想不出来 在我做这个影片的我还想不出来 他到底 有什么特点值得我们把它摆在场上 最后是关于国际符合冲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想询问的话 欢迎你 经由这三种方式 加我为好友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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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